歡迎大家出席二人二二至二三年座香港變焦團 第一聯合的開展 今天的面題是聯合國取消安理會上任美肖樂的措決決美大與閉 而最快雙開為正方拔絕女書院 主任反方拔絕 我們今天比賽的主題是正前方拔絕藍園的同學 在我身邊的計劃人都是來自反方拔絕藍園的同學 而先讓我介紹今天的雙方便 靖芳主演 張希 靖芳一副 李嘉雯 靖芳二副 郭品 靖芳一副 雙雄 靖芳主演 張俊樂 靖芳一副 蘇天樂 靖芳二副 郭品 靖芳一副 雙雄 靖芳一副 郭品 靖芳一副 郭品 靖芳一副 郭品 我认为十六点 周伟老师 张恩 佟小姐 以及陈其康老师 本义是被分主辩、公辩 一副、二副、自由变量和结终共六个画志 翻译时间是4、3、3、4 公辩周围每方两分钟 自由变量周围每方三分钟 每次翻译时间之中前有三十秒 有丁一响的提示 究竟有丁一响的提示 超时十秒都会丁一响 详细赛规已发布各参赛各学校 如果比赛期间出现任何问题 我和继承会暂停比赛 加入三位评论职场作出错决 请问在国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有请政科主席 你有四分钟 请问 感谢多了 主席、评判在各位 大家好 原客国协行第24条 成立安全理事会 指导在及时有限的行动 维持国际和平均安全 安理会有15个10年国 当中中英美派我5个为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除程序外的决定 除获狗票支持 亦需5个常任理事国 要不反对 即是变提所知的否决权 否決權早於創建聯合國的事業 靠演有爭議 及是近年多宗國際衝突 連續里亞內戰 五班問題 俄烏戰爭 非因中美俄行制否決權 連譴責和要求制止的事業中模範通過 或能授權出兵維持和平 令否決權爭議升溫 今年九月 馬來西亞首相於聯合國大會指出 聯合國主題的問題 在於安理會否決權行程的濫用 呼籲廢除 可能今天變題成立 否則視乎否決權力是更加和平 還是更加混亂 我可認為變題成立基於兩點 第一 制度與時並進 體現平等精神 創立越後國的時候 小國曾經因為否決權 違背各國主權平等而反對 但是中英美俄四國於四五年 法表聲明 指否決權為成立 越後國必要條件 當時二戰戰勝國主導 國際事務和軍事力量 安理會要合動 就要靠暗償 各國才同意設立合法決決 失業看今天 當年的假設是否仍然適用呢 先講財政承擔 中美兩個經濟規模很大 合共 承擔保援費及維和部隊經費 約三至四成 但暗償其餘三國 經濟規模較小 各自承擔會費及維和經費 二至六巴仙 少於日本 德國的六至八巴仙 維和部隊方面 目前十二漢維和任務 動員百萬人 外面最多的曼加拉 印度和尼泊爾 各自超過五千人 比五常加上不足四千人多 可見常任理事國 已經不再主導聯合國運作 和維和任務 取消否決權 既體現國家不論大小 都平等決策的理念 亦都令安理會決策 更加能夠代表國際社會的意志 增加公信力 第二 終止濫用權利 強化聯合國角色 安理會成立至今 有254項決議 以早常任理事國否決 冷戰時有更多 十項 是未蘇兩國否決敵對陣營國家加入 例如美國曾六次否決熱蘭申請 否決權是基於政治對抗 阻礙聯合國發展 冷戰下有54項決議中的否決 七成分於敘利亞戰爭 爾巴問題和俄羅斯 進入烏克蘭及格魯格爾 自2011年 敘利亞內戰爆發 聯合國和國際化學武器 監獄組織調查法院 敘利亞身為禁止化武官員簽署國 政府軍決多次以化學武器襲擊平民 安理會曾經動議 由國際刑事法院審理 但中國議一向反對 由國際刑事法院主動調查為理由否決 俄羅斯一向是敘利亞的政治盟友 四次否決延長調查期限 並調查在17年中止了 2011年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被佔領土地繼續修佔猶太殖民區 安理會的2月4日決議草案 14條贊成 只得作為以色列盟友的美國反對 理由是就算以色列行為非法 又安理會解決並不明智 遇上常任理事國主動入侵別國 安理會更加無能為力 89年 美國入侵巴勒馬 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收入決議都被入侵的美俄否決 除了否決權就可以終止以否決權偏坦政治任由 甚至主動侵略別國而無效效果的現象 安理會決議可以向相關國家施壓 轉介刑事法院 亦可以為秀海的恥求公道 體現月頭國 促進和平 說得正義的終止 還有請問友方 你眼睛的世界和平 是否等於常任理事國 利用法律權杖用繼續戰爭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書 市價為3分55分 超市民最后 現在是反方主編 你有4分鐘 與請同學者各位大家好 友方跟我們說 第一句的論點跟我們說 取消法律權可以令更加平等 但友方有沒有想過 國際的和平維持 不是應該只是說平等 有影響力的國家 就是應該有這麼大的話語權 就算現在少國 就算現在一人一票 少國都要跟隨它陣營的大國投票 可以取消否決權 都做不到真正的平等 今天我方行政變態的標準就在於 取消安理會承認理事國的否決權 是不是可以對國際社會的和平和安全 帶來長遠的好處維持和平 因此我方反對變態的原因 有二 第一常任五國地位不穩 便報國際聯盟口診 安理會內五國常任理事國 和其他成員國的最大差別 就是在他們有一票否決權 現在的國際監察組織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在2020年發表的報告就指出 五常利用否決權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保護自身和盟友的利益 截至2022年為止 五常一共行使了285次否決權 其中俄羅斯和美國就行使得最多 分別使用了117次和82次 就例如俄羅斯就一票否決了 要和他無條件停止入侵烏克蘭的議案 而法國就在1765年否決 試圖獨立的馬約特賭主權議案 可決安理會賦予五常的否決權 是五國為自己保駕護航的工具 而這不常方保劍 正正是聯合國現在得而返回這些大國的原因 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 就是因為當時沒有為大國設立否決權 而無法吸引他的加入 最後因為缺乏充分的財政內源 和軍事力量而連流解散 假如今日聯合國取消否決權 無疑正是會報國際聯盟的後塵 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直言 如果取消否決權 聯合國將會即刻解散 沙加大學的國際法副教授沙 就指出取消否決權會 五常拒絕履行他們在聯合國的職務議事抗議 甚至是退出聯合國 安理會的職能包括對危害 國際和平的國家實施制裁 對親密者採取軍事行動等 而要做到這一點 安理會就必須依賴五常的經濟 軍事援助而求他們在國際的影響力 在2021年五常對聯合國違和行動的 財政資助就佔總數的六成 而他們五個國家也是現時 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之一 安理會作為一個可以採取 強制行動的聯合國組織 五常就應該肩負起維持 世界和平安全的責任 如果取消否決權利 五常和聯合國的關係惡化 聯合國就會失去他們 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援助 而安理會也無法發揮它有效的效用 加上令國際社會陷入安全威脅 第二 大國之間的權力失衡 安理會與軍事聯盟 在現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下 常任理事國大致開 分為英尼法及中俄兩個陣營 他們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分度約標 兩個陣營有各自他們所屬的盟友國家 歷史上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會利用 他們的否決權阻止一些對自己盟友不利的意願 在安理會中通過 由1972年起 美國就不斷單獨行使否決權 而阻留對以色列不利的意願 在安理會中通過 而中國也曾經對制裁不適的意願 行使否決權 可見兩個陣營之間的平衡 依賴在安理會附与五常的否決權利為此 美國法律比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英格威爾夫就指出 現時世界的和平 正是靠大國之間的互相責合達到 如果貿易取消五常的否決權務 無二正確會令聯合國互相制裁的機制縮效 令兩個陣營之間的國家 要通過聯合國這個平台互相針對 變得更加容易 就像1950年修聯決席安理會的會議 令美國可以趁機通過聯合國出兵支援南港的議案 間接令韓戰升級 近陣的以往很多得不到常任國一致認開的議案 取消否決權和一種大國之為安理會 爭取九個盟友支持就可以拼送通過 當安理會再無否決權機制俄斯坦克利米 當安理會的行動是安理會實在無障礙 最後的新聞友方同一條問題 沒有了中英美法王的聯合國 還能否發揮它有效的作用方式給大家 反方主編所學時間為4分10秒 無超前不需透過分 接著是公典環節 公典一方的自由挑選 都是幫一個人員去回答問題 並打准最初的發言 追問回答方不可以反問 亦可以打准公典一方的發言 如果有違規 公典一方可以直接提出評判影響 亦都可以直接透分 亦都可以直接透分 如果公典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透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在填寫這個公典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裡面是簡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因這個發言次序的緩額分數 第二格才是下午分數 那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委員 做了公典 這樣就是議員 主要是議員 那正方公典開始 自由派出委員 可以 等何年今都會見到 聯合國入面西班牙 給的錢根本上是比五成比 一個俄羅斯時 要給一個叫做聯合國交會費 但他仍然沒有退出聯合國 都沒有議員退出聯合國 歡迎有方點會認識 其實 但我們總數來講 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其實都是出了很多經濟和軍事 是的 沒錯 他們出了很多經濟 但是我方看到有一個國家 比他們更加多 但反而他們都沒有議員退出 那為甚麼呢 我方知道他們是有這個叫做 聯合國的身份 已經足以令到他們 在整個世界裏面的知名度齊高 那下一條問題 有方認為現在各國衡量 個人私利 會不會靈駕於為 在制有無平之上呢 不好意思 我從那邊 有方認不認為 現在各國衡量 個人私利考量是高於整個聯合國 和整個世界的和平之上呢 現在聯合國的宗旨是為了無平 但現在五常就給他們提供的軍事 和經濟上的運作 才令聯合國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你認為現在五常是維持戰爭 還是停止戰爭 五常在聯合國停止戰爭 對 五常我們今天看到 任何烏克蘭的事件 或者我們說是爾巴事件 它們都是維持戰爭 有方便會認 有方便會認 其實取消否決權 那是否不會壓迫其他國家安全 就算沒有否決權 俄羅斯也是會供應的 有方便會見到戰爭在繼續 還是你覺得如果取消否決權後 聯合國就會插手 然後就會幫助受害國家 對 有方便會見到的 就是否決權直接回應 有方便會反問 我提出這個 主席反問了 第二件事 有方便會見到的 就是他根本就有 最開始停止聯合國 制止戰爭的權利 稱有方便會如何論證 如果他沒有制止聯合國 維持和平的權利 他就能夠維持和平 兩位學員會否能成功 現在取消否決權 可否能說到這件事 有方便會再說一次 一取消否決權 可否停止… 公義時間 正公義時間 而剛才的主席反問 應該是由評判 事項裁決 認同就可以直接投筆 在每次的分別 是的 反正不會有反問 如果沒有問題 就輪到反方公義 反方可以自行派出 正公主席 反方公義開始 就要兩分鐘前 好 想問有方便 如果沒有選權的話 俄羅斯是否不會打烏克蘭 我們現在不是說沒有選權 是否不會打烏克蘭 我們現在在禁止大國 在一二一… 所以有方便承認 沒有選權的話 俄羅斯還是會打烏克蘭 那想問有方立場 如果沒有了法決權之後 俄羅斯… 聯合國就要出兵幫忙 是 好 所以有方便已經承認了 沒有法決權之後 聯合國就會被人利用 去出兵 就幫忙行手 只會令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戰士 升級 因為聯合國就介入了 好 想問第二條問題 如果聯合國沒有了中英美法 可以不可以 不行 好 所以有方便又承認了 聯合國沒有了中英美法 就不行的 我方主要說了普京就說 如果沒有法決權的話 聯合國會立即解散 而且其他專家也有說過 中英美法國沒有法決權 都會退出兵 所以可見 如果他們沒有法決權的話 聯合國就會解散 正義 我方來都說了是不行的 另外下一條問題 我想問有方來覺得聯合國 是否需要存在的呢 我剛剛都不知道 記者在問 現在我們法決權的問題 最大國在這裏 在這裏經營一票 取決權 否決權 他不喜歡的國家 或者根本不是他買的國家 這個法決權已經成為了政治囚犯 好 那如果有方來取消 否決權 那安理會的議案 是否只需要九個 理事國的同意就可以通過呢 需要經過九個理事國 再加其他可以投票的 非常多事 那現在安理會的機制是 只要十五個理事國裏面 有九個同意就可以通過 剛剛有方轉眼都這樣說 那想問取消法決權 是否會用越來用這個機制 越來用可以九個通過 再加其他理事國 都可以投票的反對 是的 所以有方法就承認了 只要九個常任理事國 只要九個理事國 同意就可以通過的時候 而聯合國 安理會決定聯合國 可不可以出兵 那這個出兵權 是交給九個小的理事國 就可以決定到的時候 那想問世界會否更加亂 隨著所有大國想出兵 就可以拉攏盟友 就可以攻打貿易國家 那豈不是會令世界和平更加差 不是吧 好 現在公表現次結束 輪到政府的第一項 有三個選擇 然後在這裏面上 有三個選擇 他出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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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都是為了世界和平 但今天有一位同學就跟我們說 沒有了否決權之後 他們可以輕鬆地拉攏其他國家去幫助他們 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冷靜之後有54次的否決 頭缺紀錄 其中4次都是常任你試過的反對 是唯一的否決決 而導致安全會是根本無法發揮自己的作用 這明明顯示了否決權是沒有辦法幫助世界和平 而且要通過議案一向都要九票去通過 但例如美國否決的議案 就連自己的盟友英國法國都沒有支持的時候 俄羅斯否決俄門戰爭議案 中國都不敢反對 為何有方覺得可以很輕鬆地拉公公票通過呢 之後 今天有方同學又跟我們說 會插上 阿 我們可以派出兵去幫忙 這個問題是無力的 但我們不否認是會看到 我们不否认是会有些失败的例子 但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会连你都没有通过的时候 他就没有派出兵去帮助一些小不入河 来维持世界奴平 第三 有方同学说 安理会是很依靠五常 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是迅速发展了 安理会已经不像当时 所以绝对依靠五常去运作 其中五常的英法额 这三个国家承担的会费和维和经费 是2-6% 已经少过非五常的日本、德国的6-8% 在维和部队方面 目前12个维和任务的动员有8万人 出兵最多的是曼加拉、任务和尼泊 而各自超过五千人 已经比五常不够四千人的多 之后 首先有方同学说 你贡献得越大 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多 那为什么日本得过这些原位 为什么不可以再加上任 你试诺有方同学说 他失去了法律局之后 就不会 就会离开 不常带 其实就会离安理会 但安理会在世界上有这么高的地位 他们会轻易抛起这些人 去放弃 多谢各位 请问问有关要问题 首先想问有关要问题 有否很膚淺而覺得 令到世界更和平的康復 就是只有出兵一條路 即是現在俄羅斯被烏克人打 一定要聯合國出兵去打回俄羅斯 令到整個世界局勢勢 令到這些地面政治 令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變成一個國際的紛爭 一定要聯合國出兵 先估讀現在聯合國的軍事實力 是誰比的 是中英、俄比還是怎樣 是否就是要出兵呢 再說有空中有空的混淆市廳 由主變開始到一副 都是完全無法廣播 印度正在說 國安理會議員的英法國 是很差的 根本就不會有五齊的地位 但是完全沒有跟他們提過 有空其實暗地的立法 已經承認了 其實他們是否決權 其實應該要比起一些 相應有權力的國家 只不過是說 英、法國是否有否決權 而不是反對人否決權 其實否決權是種種的 我們已經在有空決 是完全沒有反過人 是完全沒有反過的 我們可以看到 而這樣 來一副的環節 我們不妨跟過去 現在和未來甚至今的變態 首先我們跟過去聯合國設立的初衷來看 聯合國安理會之所以存在 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國際聯盟淪為了一個廢址 使用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存在 以為世界和平穩定 有一個口口聲跟我們說 這個聯合國的存在 取消法國權是種種的民主 亂來的法國權是一路為了這個政治籌碼 但是如果你取消了法國權 整個聯合國都會淪為這個政治籌碼 令到這個局勢更加惡化 根本就是沒有可能前因後果 為何法國權會存在 就是被整個聯合國成為了大國之間的政治籌碼 拉崗爭有 所以法國權是絕對有存在的必要 可以令到大國互相自由 而跟著我再跟現時的社會局勢 去看安理會 安理會顧名思義是一個維持社會溫力的組織 而安理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就通過安理會 就採取了很多協調措施 制製了很多衝突 例如塞拉利安 波羅迪 收監和利波爾兩個的難得衝突等等 通過五項我完全適合法國決定 有說五項不退出這些安理會 只是阻止聯合國的經濟支援 好像有康跟康 那四成的經濟支援 以上所有種種都將法國存在 跟著我再看 這個有康今天跟我們說 說我們現在聯合國 聯合國聯合國聯合國 聯合國聯合國 去實施自己的政治目的 但其實有康看來不會做資料搜集 其實現時聯合國的一個機制 叫做Uniting for Peace 當有這個理事國 或者是這個一加三個議席裏面 有人是反對這個 有人是反對這個重要的意外 令那個聯合國決定的事 令到不可以在安理會通過 其實我方都承認 現對國際安全的大事大悲 的確是不可以讓大國一審者添盈 但其實通過安理會解決不了 其實現時有個機制 Uniting for Peace 例如當時韓國戰時的設立 機制容許承認國眾 而將安理會可決的議案 交到聯合國大會審議 只有三分之二的承認國同意 而我們可以無時完成的可決權 繼續實施 所以最後 我們在未來的方金其實很準時 補考取消可決權之後 整個安理會的省態 到底是會變成怎樣 到底是會怎樣被人變成 因為整個事務的方案 就好想制衡不到 所以其實有方最後都是承認了 取消可決權其實是避大於利 令世界更加混亂 多謝各位 坐下一半,相反兩分 保守得三分09 覆遛是不選投訓 現在 directing第二國家 geeignierten 佐久富坑 也不太 interestingly 你好 各位 還有 各位 大家好 昨天伊夫就知道 我們看看今天 有方跟我們說par 你所說的 你所說的 因為現在 你所說的 這次物業也管閉 require 所以我們就要忽視它的閉嘴 我反而和你講了 這個閉嘴的閉嘴就是大 永恆都承認了 這個閉嘴就是大國利用火血拳 去一手遮天 例如中國 俄羅斯 他們去持續這個涉聚的阿羅來支 變成聚利亞新靈土壇 吃了38萬至50萬多人 我們又看到美國是用這個火血拳 去繼續這個耳巴的戰爭 在這個繼續戰爭的時候 他是唯一一個大國用這個火血拳 繼續這個戰爭 大家都是反對這個耳巴戰爭 但因為他有這個火血拳 所以這個戰爭繼續 如果要偶方的邏輯 用這個火血拳 然後以小數分成多數 要9票就可以廢除這個戰爭的話 那偶方這個戰爭 現在有這個耳巴戰爭 就不會繼續死那麼多人 有沒有人跟我們講 如果有這個火血拳 如果沒有這個火血拳 就會出現普通的問題 我方就跟偶方說 無論什麼時候 世界都會出現普通的情況 我想問偶方 現在世界有火血拳 那是否沒有普通的情況 現在 現在我們偶方見到 這大國54次 有51次都是唯一的反對票 所以現在這個火血拳 就是承任理事國 用來作弊的武器 當他們的意見 和另一個大小國家不一致 他們所說的就是 靈界於其他國家之上 那是否和平呢 我方見到 以為維持和平的 他們看不到和平 背後究竟是甚麼 我方見到 我方見到 敘利亞的爛爛 我方見到 以巴戰爭 對死所有人 大國之間的戰爭 其實不關他全世界的 火血拳存在的時候 有冷戰時期 因為火血拳存在著 但依然 美國和俄羅斯 都是持續地 競爭著 和對視著 我方見到 常人理事國 利用這個火血拳 去入侵小國家 做成更加不和平 我方問我們 俄羅斯 會否因為火血拳 不入侵烏克蘭 我方沒有說 會不入侵烏克蘭 我方說 俄羅斯就算 沒有火血拳 可能會繼續打烏克蘭 但現在問題是 有火血拳 他還打烏克蘭 他是用火血拳 去打烏克蘭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沒有火血拳 我才是會打烏克蘭 但我方見到 我方說的例子 聚利亞爾巴問題 如果沒有火血拳 可能會得到改善 可能會有其他國家 會伸出門搜 可能會有更加多政治壓力 令到那些國家 不敢再無條件地 包庇這些國家 所以我方認為 它是有必要存在的 沒有了 正方議會多的時候 三筆零 押忍 張家裏 雙營 張家裏 雙營 drew 對如資深 大家差了很少 不敢總結一下 相關的分歧 第一是對和平的定義 今天我方說 一副已經說過 有方堂 心目中和平的定義 就是要聯合國出兵 去介入戰爭 但有方堂 怎樣論證 聯合國出兵介入戰爭 可以令這些戰士變得更加好的呢 我們看到在韓戰的時候 聯合國出兵幫助南韓就間接 令韓戰升級了 而在其他,譬如以巴衝突 烏克蘭風打,俄羅斯風打烏克蘭的時候 聯合國出兵是否會令到戰士好了 還是會令到戰士升級呢 有分無論正過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如果在這個安理會 那麼容易被人利用 被人利用用聯合國的名義去出兵的時候 只會令到地區戰士升級 其實是無在和平 第二就是對於這個平等的角色 有問題在跟我們說 第一個論點在跟我們說 要每個國家都要平等 就是不要有國家可以用狗決決 但問題就是在國際社會上 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講平等的呢 如果真的每一個國家 真的一票 每人一人一票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令到國際局勢好了呢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 其實那些小國都是會跟隨大國的投票 我們看到在2022年 這個安理會的非常理事國裡面 有什麼國家呢 有加勒 有肯尼亞 阿爾巴尼亞 阿聯酋等等 這些可能你聽都沒聽過的國家 他們可能全部都是中國的盟友 有其他可能就是俄羅斯的盟友 那如果在這個安理會的時候 沒有了否決權 那是不是很容易會令到中美 中國和俄羅斯可以拉攏他的盟友 自己達到自己的軍事目的呢 有分別沒有說過的 只是跟我們說現在有這個普團的狀況 但是取消了這個否決權普團的狀況 是不是更加嚴重呢 我們現在只需要拉攏15個理事國裡面的9個 就可以通過議案 以往那些議案通過是需要5個 這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才可以通過 所以見到的就是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所以所有的安理會的行動 只需要9個國家同意就可以實行的時候 究竟怎樣對世界和平可以有幫助呢 所以再說了 有方法就不斷說在這些烏克蘭的戰爭 或者在敘利亞的問題上面 這個聯合國是介入不了的 但我們其實一本已經說過 有這個Uniting for Peace的方案 現在異負華姐就讓我補充 其實這個機制就是讓這個成員國 可以將安理會被否決議案 交到聯合國大會審議 如果這個議案是可以在大會裡 有3分之2的成員國同意的話 那議案就可以無視否決權的通過 所以見到的就是 即使有否決權在大事大決面前 這些的議案是只要在大會裡 得到多數的理事國同意 都照樣可以通過的 所以其實聯合國並不是有方法 講到這麼無能 所以最後我就講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在安理會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就只會令到這個聯合國 沒有辦法再成為大國之間 最重要的談判場 如果五常失去否決權 他們就會再難以用和平的方式 去保護自身的利益 只會令到這些國家的武力行動 有更大的理由 所以取消否決權 是對人類社會的安全 造成極大威脅 也是各位 反方應負傷 以外是3分0 是要有超前無需求分 主席 我想請問 Uniting for Peace 是否完全沒有中文發言 沒有 那你們會怎樣理解 聯合一致共冊 惡平這個詞 因為我們希望用官方 因為當初在唐戰 他通過這個議案的時候 就是用英文去提供這個 聯合國會出中文現象 我們就在我方的立場 應該是用英文 可以表達到意外的意思 但是希望不是 那我的財品是會扣分 現在進入自由便利的網站 雙方各有3分鐘的翻譯時間 如果某方發言之間 就不如本人的背書 沒有另一方的勝負時間 如果可以幫助自由派出這個位 或者多位便會發言 如果便宜速機需要 和本人的背書發言 如果本人的背書發言 如果本人的背書發言 可以再詳細時發言 有便宜被發言 可以立即提發 可以立即提出 熟實的話 當便宜速度一方 將它被每位批判 收取五分 將它相關的問題 如果沒有自由便利的網站 現在請正方排出 那位便宜手指發 我想問是否有唐的 成不成為大國 現在要找九卷謀私利 為什麼要問他要謀私利 然後這個私利在阻礙和平 這個負責權依然有存在 有必要呢 其實不可以混淆私聽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說過 取消了考試權之後 但我不會借聯合國這個平台 某私利 因為我剛才跟你說 取消了考試權之後 會令到整件事更加混亂 五常是會借助聯合國這個平台 他叫他的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 所以我相信反問有多 你可以怎樣認證 五常是不會值得聯合國這個平台 搞事搞非 有沒有跟我們沒有說過 因為沒有了考慮權 所以他搞事減逼的權力小了 有沒有跟我們 有可能現在承認了 就是現在快點買謀私利 然後導致不和平 對嗎 所以有一個考慮 為何謀私利的情況會變小了 我們看到現在 他謀私利是需要五個常任理事國 都同意才行 那他怎樣可以謀私利呢 如果取消了考試權之後 只需要九個不知什麼理事國 同意就可以通過的時候 這樣謀私利的情況 就更加嚴重了 所以想問有問題 沒有了中英理法聯合國安理會 會怎樣運作到 有一個國家 他否決了但理事無論我 不是九個國家 是一個國家 他一票賺所有 另外就是有問題 回應你的問題 為何暫時聯合國是少於一半的錢 來自於五常 所以根本上 如果就算沒有了他們 都仍然暫時可以運作到 另外就是 歐方都可能成了 今天他們不會離開聯合國的 我可以問回有方 請問聯合國 如果他私家政治壓力 不是一種為自和平的方法 為何會弄得打仗 有可能我們看到 聯合國軍隊是甚麼 就是幾千人 帶著藍色頭盔的部隊 你想問這些部隊 怎樣幫到烏克蘭 去撥抵抗 才是用有方的邏輯 如果是沒有那麼強的軍事實力 沒有中英美法國的軍事去支撐他們 聯合國怎樣做到這些維和行動呢 聯合國我剛才說了 烏克蘭和俄羅斯聯合國 停止聯合國 因為俄羅斯聯合國本身是大小國家 我剛才說的是 聚理亞和伊巴事件 是因為無法的權力停 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有政治壓力 所以有方向立場退 現在說沒有戰爭 是沒有辦法 可以停止聯合國 再說回伊巴戰爭 如果伊巴戰爭 聯合國真的出兵教育 是否會令地區戰士勝透 我認識 我認識不同 可以加入聯合國審議 但是有三分二的人 可以支持才不 那為何這個事件 會有抱歉和發生呢 剛才說 烏克蘭已經通過了 另外我想反問 有方向 如果有方向我剛剛所說的 十靠十個非常地事國 就可以暫時維持到聯合國的終止 就是維持世界和平 那如果隔了很久 那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世界和平 呢 好 還有這個實驗 你試過 有方向是否覺得 霸權主義是比大家一起交通 有方向 有方向 霸權主義更加嚴重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所以想問有方向 沒有了中英美的方向 長遠來說 你會怎樣維持他的運作 有方向 你會不會因為一票的否決 而去割斥其他成果的意向 可以採取任何的行動 可以採取任何的行動 去阻止這個見證 然後我想問一下 人呢 重不重要 有方向 其實有方向 我們已經說了 就是現在以我會自身為例 就算用了法決權也好 香港也是通過了一個方案 就是因為扔回大會審議 就是有三分之二的國家 又同意了更多譴責和制裁俄羅斯 那想問一下 反問回日本堂學 現在就是不想 就算他沒有法決權 他就會借聯合國這個平台 就是普遍的情況 霸權的情況 就只會更加嚴重 不過有個不知什麼的理事國 就是會被這五個大國利用 有個堂學 知道為何我真正沒有人說 就是因為否決權 俄羅斯一下就在案例會上 否決了人家加入 這件事 所以有分堂的矛盾 剛剛就跟我們說 聯合國界是沒有辦法停止戰爭 但現在又說 聯合國界就可以停止戰爭 因為俄羅斯法決權 所以令人的戰爭停止不了 所以不知有分堂的立場上去 總結 有分堂達不到中英美法皇 沒有了會怎樣 所以有分堂就告訴你 沒有了中英美法皇 沒有了軍事援助 沒有了經濟的支柱 聯合國根本運作不到 所以沒有了聯合國安理會 怎樣可以更加為小殺入獲評 有分堂還未答到俄羅斯的問題 就是你交到審議的時候 已有三分二個國家的同意 為何這個審議會不會有普通 有分堂 我不是跟你說了 剛剛幾個月前 聯合國大會已經通過了 譴責俄羅斯出兵攻打烏克蘭 得到了三分二國家的同意 所以不要再說這個方案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再問一下有分堂 沒有了聯合國安理會 怎樣可以維護到西亞皇帝 有分堂是呀 就是因為譴責烏克蘭 現在譴責不到我兒子 因為俄羅斯有那個權 都說現在譴責到 就是用了我剛才的機制 交給他大會審議 有三分二通過了 有分堂不要再狡辯了 所以再問一下有分堂 如果要一個國家一人一票 是否會對國際社會的形勢有幫助 是有分堂的 因為我們就沒有更多國家的角度去思考 更多國家可以有投票權 而不是五個國家一都賺了所有投票權 這東西本身已經行為了更多國家的利益 所以根本上是可以更加保安 有分堂你剛才說 想這麼多國家就可以有投票權就可以了 其實有分堂的立民 根本就不是反對的投票權 只是反對 有分堂你全部都說過 我們是取消消息 令所有國家全部都有投票權 我們說投票制度 我們沒有說過 所有國家全部都有投票權 有分堂得清楚 反рат味上早就好像丁強 政府政府現在是勝負五十一年 拍拖 拍拖 請客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幫我看見 今天我幫你跟我們講俄羅斯的例子 我幫我現在 承認俄羅斯和烏克蘭 現在正在爆發戰爭 就是因為沒有國家譴責他 為什麼沒有國家譴責他 是因為他們有反決權 然後他們否決了別人譴責他 所以我回到覺得沒有反決權之後 更多國家可以譴責他 更加政治壓力的戰爭 可能稍微平息一點 我現在跟有方說 有罪亂的難民、耳包戰爭的死亡人數 因為沒有跟我們說 為什麼他們在反決權後 他們是導致這些悲劇仔脈 否決權 有班同學沒有跟我們說 為什麼沒有自分權權可以令這些難民繼續 有班同學沒有林鄭 為什麼沒有自分權權可以令這些難民 請問我發言時 有關貿易證自由的問題 或是一件事都見錯了 請問再多一步發言堂上 是否還沒發覺 我會不會發言 我會不會發言 現在是日子節的環節 相關見面有一分鐘成為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主席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如果联合國是連結成為國際社會的大樹 那今天提中的安理會就一定是這棵大樹的主角 作為唯一一個有權採取強制行動的联合國機構 安理會的職責就來得非常重要 而這條主角之所以能夠撐起整個聯合國 正正就是因為有五個當今世上最有領恆力的國家 當首私敵判斷 他們很為了這棵樹付出 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可以保護自身利益的否決權 如果沒有了否決權的話 這五個國家只會放棄這棵大樹 而聯合國的命運也會注定要撲毀 1920年國際聯盟的時任 美國總統威爾遜遜的協調之下 就成立了國際聯盟 當時的美國是一戰之後的世界第一強國 也都掌握國際的話語權 然而第一個以世界和平為訴求的國際組織 最終沒有辦法阻止異戰的爆發 以失敗告終 當時的兩個軍事強國 英國和法國都不肯借軍隊給國際聯盟打仗 令到組織根本沒有辦法軍事制裁其他國家 而作為特建國際聯盟的美國都沒有加入 令到國際聯盟成為了不同國家割說國話的討論區 甚至只要有國家和聯盟談不上就直接退出 導致國際聯盟的影響力嚴重不足 後來的聯合國吸取了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 於是加入了否決權的機制 確保大國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因而成功吸引他們加入聯合國 但是近日越趨頻繁的地緣衝突顯示 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 甚至是陣營對抗都是繼冷戰之後 前所未有那麼激烈的 但是今天有方反而走回頭路 如果我們貿然取消否決權 就變相就是剝奪了五常在聯合國裏面的話語權和地位 假如他們不高興而決定不配合 甚至是退出聯合國的話 結果可想而知 今天有方的立場很簡單 第一 有方認為取消了否決權 要取消否決權是因為否會令到聯合國成為政治籌碼 但是想問有方如果取消了否決權 是否就會令到聯合國不成為政治籌碼呢 答案是否的 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聯合國是會更加成為政治籌碼 因為只需要九個常任理事國通過就可以實行這個措施 第二 有方認為有國家少付出成為理事國是一個不公平的情況 所以他們就不要某些國家的否決權 例如在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的否決權 所以其實事實上有方都承認了取消否決權是為大於理的 在全球化的大環境底下 國際社會所有對的問題不再單憑一兩個國家就可以解決到 在強權博弈複雜交錯的雙邊關係底下 有方和其岸聯合國做到多少呢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有方想聯合國出兵幫助抵抗 還是中國在台海附近軍演要安利會裁定中國為反國際法呢 有方覺得聯合國要做實事 那究竟要做到甚麼有方才滿意呢 相反如果取消了否決權之後 聯合國變成了大國之間互相針對的平台 又是否有方想見到的情況呢 聯合國安利會通北約、華沙公約等軍事合作組織的不同之處 就是安利會一定是正義的一方 安利會的職責就是調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維護國際的和平和安全 安利會永遠不會成為侵略者 更加不能被侵略者所利用 世界的和平得來不是必然的 維持世界和平 就必須維持安利會一直撤之有效的機制 但願在各國人民的努力下 安利會的這條樹幹 可以成為國際社會最堅實的後盾 多謝大家 法科院面所示範3分56分 沒有超前沒有需求分 現在有請正方議員 給他多謝 請正方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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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要和我方所交流 第一件事就是 我方既然說戀口局 只會出兵 根本是完全不介入 現在都沒有用 我方今天已經問了你 請問維持 私家政治壓力 是否是其中一種 叫停戰爭的方法 我方又不回應 好 今天一件事就是友方的旗艦场非常茂困 友方曾经承认了上国的濫用法决权 但友方一会儿又说 本来是联合国的目的就是应该要维持社会和平 但反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各个国家现在因为濫用私利 所以搞到现在整个局面非常多战争 很多人死了 今天一副一副地跟你讲了很多事例 但刚才又不理 好 今天我们讲讲我们两方最大的分期见 就是我们希望继续发展和平 而友方将目光所指 所以可以维持和平的身上 维持五常之间的平衡 友方今天跟我们讲 他一副在战争之后的结果是惩罚 所以为了公平性不可以转 为了的不是他五常的支持 不可以剥夺他们的特权 这观点本身反映了友方今天立场最大的问题 故步自封禁于现犯 友方逐此论证过 现在正在所谓由大国行律例 利拜下讨论出来 其实根本就不是代表真正的和平 反而是大国一守着天之后 起床其他同志 理论法决 做作解障 所以友方根本都承认的 而一副方的权就是这种现象 也推荷了难者 我方希望不改变 所以我们说到我们今天已经认证到 为什么不改变完之后 会令到他五国更少可以利用 这个联合国作为政治筹码 我方希望改变 打算这个体词未好 其实是很破败的制度 而友方因为怕任命和美国不过定性 而是退缩在异欲最背后 更加高下立观 另外就是友方因为既然说 五常支撑整个联合国 所以没有五常联合国不行 但是友方今天一直不断强调这件事 说取消他的权务失害到他们的权利 从而令他们离开联合国 令联合国失去的主力 另外一方今天从主面开始 已经和利方认证到 五常的实力 以及在联合国内 根本估认不是最高的五个 出兵最多都不是他们 正友方不会那么片面 事实已经变了 友方都没有认证 我现在事实和这件事是挂勾的 正友方 友方这个论点根本是产生错误 所以由联合国 不需要这五个国家和中心 他特意为了他们去缺调很多的网纳他们 因为他们根本上 除了开拳之外 仍然有核武操控巨大官司力量 作为依旦真正国 而有很多特权 仍然非常公平 而不应该是 没有开拳就能离开联合国 友方认证到这件事 所以就是开拳没取消 友方同样是认证不到 为何他们会突然间 离开联合国 或者对世界产生任何伤害 从而令到世界不和平 好 今天回到我方的论点 今天世界就好像一架高速失控的列车 各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多 战火一四起 而联合国就是 所有的战争就是他们的减速大 今天否则拳之下 就是令到各国有了一个权力 去将这架的减速大移走 令到列车越来越高速 越来越失控 最后结果是什么 成全世界崩塌 所以总括而 今天友方今天的立场 就是允许五常教 触碰大权搞狗阵 所以我正声明 又见不到事实际前凡各国 懒用选择权 更加见不到一开始 所以因为战争 所以死去的平民百姓 见不到周围爆发的战火 只是一尾看不到 说 联合国无能 又或者说五常教 而一世的联合国非常坏 我方今天全场追问 友方五常男 用法决权谋私利 根本是阻止跟联合国的执行效率 取消他的权的话 友方又是一直转移思 因为友方自己都清楚 事实说明他的确就是这样 太猛眼恶化 还有世日大乱 稍后再无和平可言 这个就是友方今天立场所 希望导致结局 因此那篇必然正立 多谢各位 政康这篇上 我们有三身夕图 六小截力追求冠 而比赛现在过一段落 大家请留起原位手朗一刻 而提醒一个评论 最佳影片里面 是需要亚外平衡的 而请每个评论 在今天台上 蜂蜜面里面 使出表现比较弱的三位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好的一位 就是填30 次加一位 就是填22 剩下一个位 就是填40分 而其余五位 是不需要填整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将分数交给给予计则文 那么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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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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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